单身30年的和尚结婚了 而眼前的鸵鸟就是他的妻子 说着和尚便在众人面前洒起了狗粮 可以看出他们相处得非常融洽 苗条的身材配上卡兹兰的大眼睛的确迷人 众人纷纷指责关于他和鸵鸟结婚这件事 但和尚表示自己早已看破红尘 众人皆罪他独醒 一切随缘就好 和尚和鸵鸟几乎每天形影不离 当自己打坐的时候 鸵鸟就在门外静静守候 和尚说妻子担心自己会吃醋 因此只吃自己喂的树叶 一旁的大妈根本不信 便伸手去喂鸵鸟 可鸵鸟接过后便直接吐了出来 看来妻子真的非常守本分 和尚捡起树叶伸手拿给鸵鸟 果然鸵鸟高兴地吃下 但妻子也是个小心眼 如果看见和尚抚摸其他动物 便会毫不留情地去攻击对方 和尚每天都会为鸵鸟洗澡 看他摇晃的尾巴就知道有多喜欢 和尚说他沐浴的样子是最美的 仿佛世间的一切在此刻都黯然失色 洗完澡后 他会为鸵鸟耐心地梳理毛发 当和尚外出时 鸵鸟每次都会追到家门前目送和尚离开 当和尚回来时 他已早早地在路口等候 鸵鸟见到和尚骂骂咧咧咧 怎么今天回来这么晚 和尚赶紧安慰鸵鸟 看来对待妻子和尚果然有一套 那么为什么他会和鸵鸟相爱呢 原来多年前妻子不幸离世 几天后他便在目的发现一只刚出生的鸵鸟 和尚坚信这便是妻子幻化而成 神奇的是鸵鸟竟能听懂和尚说的话 自此他们变在一起了 对于和尚的故事 你有什么看法吗